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是商业奇才的营销 几个月过去 奔赴资博的大军依旧保持着淘金般的热情 除了烧烤 资博的街头巷尾还隐藏着什么宝藏美食 我们将会带你寻味资博 品尝人间滋味 资博二字拆开 一为林姿 一为婆山 这两片区域的历史可比资博这两个字久远的多 林姿曾是三千多年前的齐国都城 所以历史看林姿 那美食嘛 就要看博山了 博山菜是卤菜的重要工资 做法多绘制 爆炒 勾芡 鲸鱼调制高汤卤菜 口味偏鲜咸 这家坐落于街边的小店 看着是不太气 不过民间美食家们都懂 最地道的口味 往往就隐于街头 Cheers 他就是小店的主人 老王 专注博山菜已有二十多年 博山菜 这三道菜几乎是当地人的弊点 尤其是这豆腐香 豆腐香子的话 就是三天咸口的一个东西吧 豆腐香还有个名字 叫开香取宝 豆腐切成长方块 用花生油炸至外壳金黄 轻微的焦化 令豆腥气全无 变得香酥可口 靠近边缘 划开一面 不断刀 小心翼翼挖出那里的豆腐 只留下外壳 这就是一只可以开盒的黄金宝箱 宝箱里藏什么宝 馅料入锅 煸炒至八成熟 炒好的馅料塞进宝箱里 盒上盖子 上锅蒸五分钟取出 不过刚蒸好的豆腐香 还有一些寡淡 没关系 老王有他自己的独门秘诀 葱姜蒜爆锅 高汤提鲜 水淀粉勾芡 再下黄瓜西红柿丁炒出汁水 大大增加了清新感和酸甜度 浓浓一勺浇在豆腐香上 一道开香取宝 集成 这个菜料加上色香味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外面的豆腐挺酥的 豆腐香外酥里嫩 汁水充盈 清酸薄甜 层层刺激你的味蕾 每一口咬下去都是惊喜 这也是老王最喜欢的一道菜 为讨个开香取宝的好口彩 希望生意红红活活 因为在创业这条路上 老王栽了太多跟头 从前创业失败的原因一定有很多 但老王从没怀疑过自己的手艺 不服输的老王开启了第三次创业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博山庄护菜 老王的功力 从一道滋博炸春卷 就能试探出身前 春卷这道菜 全国各地各有做法 蛋液面糊做外壳 则是博山春卷最大的特色 蛋皮鲜嫩 面糊焦脆 这也成了博山春卷 最考验厨师手艺的环节 工艺来说 鸟蛋饼是个难点 一般人鸟不了 难也难在这外壳上 不过老王显然不是一般人 挑着鸟蛋液的时候 一手好点液 鸟蛋有刃一劲 卷的时候不易碎 你必须把锅烧热了 烧热以后 划一脚它不就划一样的定乎就行了 它不至于溜水 一道复杂的制作工艺 在老板夸夸的语气词中 变得十分简单 成型的蛋皮 薄而透亮 相比之下 春卷的馅料就容易多了 老王家的招牌主打是素春卷 主料是粉丝 韭菜 不易虾皮 鸡蛋 简单调味即可 薄如意的鸡蛋皮裹入馅料 两头封口 卷成长长一条 全程不能破皮 这样的春卷下油锅后 才能做到不露馅 裹上面糊 为什么有裹一层 达到它是脆度 炸出来是 嘎巴脆的外边是 嗯 肥肠 滑入沸腾的油锅里 烹炸定型 炸到春卷漂浮 即可捞出 要想再入味一份 还必须搭手老王的独家香菜蘸汁 上菜 外表油酥金黄 内在咸鲜可口 加起一块 清蘸料汁 丝甚至很香 这种菜 就是汤 酥脆嘛 当你吃了感觉会很舒服 你看 王妹不教休息中 只讲習两个点口味 这是我家的 没关系 不能失败 这不得很好吃一会 嗯 香香啊 Jet 可气 口味好 颜值高 这是老王对自己厨厨的 不过有一道菜从来不外貌焦虑 很糊糊 黏糊糊 咸糊糊 这卖相 放在别的地方恐怕无人问津 但在资博这是谁也绕不过的一道菜 酥锅 酥锅的话我特别爱吃 味道很足 然后比较具于咱当地的烟火器 酥锅 听这名字像是热锅烩菜 可实际上这是一道 凉菜 不然酥锅是资博的 对种 以前没家没户 要求不一样 富人就是肉多一点 平常热百姓就是菜多一点 如今这酥锅大多是富锅 连皮五花 霸鱼 大猪蹄都是硬活 切大块焯水后 放入高压锅底作为铺垫 莲藕 油豆腐 海带 切成薄片紧随其后 最上层要用大白菜被子盖得严严实实 将香料按比例混合 大火烧开 待香气溢出 便可捞出 高压将食材炖到鱼骨化污 肉骨软烂 带酥锅完全凉透 鱼肉 肉皮 和猪蹄的胶质充分凝结成了筋豆 食材精华 交融其中 一筷子下去 肉冻香滑 滋味醇厚 因为它也是凉菜嘛 比较爽口 一句啊 我跟你说 那一盘都我吃 一年打拼的辛苦 都被这一口家乡味化解 无论男女老少 或身处天南地北 对我们来说的话 三五至极坐在地摊上 炒好几个薄杉菜 去喝点小酒 非常非常舒服 在老王最难的那些年 即使口袋空空 过年也得摆上这一道酥锅 以期盼来年生意顺遂 衣食丰足 我们一块读过来 很不容易 互相离结 从我们结婚 真的是一无相有 白手起家 佩服他的坚持 喝口老酒 辛辣入侯 酸甜苦辣皆是过往 热腾腾的菜肴 温暖了十克的胃 也更燃起了老王生活的光亮 离开宫愁交错的路边摊 更像城中心进发 味道家妈妈菜 一家精致的小酒楼 博山菜 以另外一种姿态 呈现在你眼前 这位前后忙活却不急不躁的大叔 活脱脱就是儿时隔壁最有文化的中学老师 如果不说很难看出老高是大厨出身 我是98年来到自博 从08年开这种小蒜馆 然后17年就在味道家妈妈菜搬到现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们叫味道家妈妈菜呢 其实很多外地人他不明白 其实那妈妈菜来招点来自博 它就是博山菜的意思 妈妈做的菜永远最好吃 老高用15年的时间来解答这句话 开店至今 小饭馆升级大酒楼 当年的小伙也变了大叔 但是老高的招牌菜一直没有变 全炒最好吃的菜 这个色泽也比较鲜亮 让人比较有食欲 爆炒腰花 是博山菜最具代表的菜品之一 想要知道一间博山菜馆水准如何 点上一道爆炒腰花 高低力线 爆炒腰花 第一道考验就在这个花字 想让腰片开花 需配合上层刀工 快 准 稳 缺一不可 刀锋游走 整片腰花显出浮雕般的纹理 接着用料酒清烟 去除猪腰本身的腥山味 生粉薄抓 锁住汁水和柔嫩口感 等待腰花腌制的功夫 山药 木耳 青蒜切好 简单调味 一切才算准备就绪 爆炒腰花最后的成败 归结在豹子上面 猛火热热 高温迅速锁住腰花的水分 数上30秒 出锅 腰片片片开花 等待第二次爆炒 第一重爆炒是断生定型 第二重爆炒重在调味 重启油锅 蒜片爆香 盐糖调乳 和配菜一起炒香 盐锅烹饰 下入已熟的腰花 随着大火的翻腾 10秒钟 装盘上菜 夹起一片 咬下去 享受着极致的丝滑与软嫩 细细品尝 咸咸中带着些许微酸 再品 回味伴有丝丝甘甜 软嫩细滑 肉质非常Q彈 带点酸甜口的 它那个杉味处理得很好 就是没有 感觉很棒 虽然老高已经多年不亲自掌勺了 但火候分寸于他 早已是肌肉记忆 对于菜色品质 更是事无巨细 什么都要操心 老高就是这么个操心的人 每天从开门 老高的弦就一直紧张着 好了吗 直到这道鱼堵参汤登场 老高才觉得能松口气了 一如山东人众礼 博山菜上菜有自己的讲究 一冷二热三汤 感觉上上汤之后 这菜基本就切了 鱼堵参汤 卖向简单朴素 却拥有双重鲜美 表面的鲜美 来自于食材 元宝鱼堵 刺身 汇集了河海鲜味 黄瓜 竹笋 又添一抹清香 而深层的鲜美 则来自于那一勺高汤 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 才是鱼堵参汤 真正惊艳之处 老母鸡的鲜 猪大骨的香 经过六个小时的慢火炖煮 一锅清水 幻化成浓郁鲜汤 群鲜汇脆 高汤入场 最后葱花来点睛 成就了这极致鲜美 此时来上一碗 唇齿留香 所有油腻皆化解 挺鲜的味道 那个鱼堵的口感很脆 在这一道道博山菜中 不论摆盘简陋或精致 你都能吃到回味无穷的家常味道 也吃出了老高 认真生活的样貌 我感觉就先把当下做好 把我们的菜做好 让外里客人客户去认可我们博山菜 认真生活也是资博人的底色 人生百味一如各式菜肴 苦辣酸甜 唯有认真品味 才能理解其中滋味 其实每创一次业 都是人生一种磨练 不管成功于失败 成功你会享受到海洛东西 那失败你也会感受到一些海洛眼 必餐送客 老王和老高 明日还要继续迎来送王 品尝完博山菜的游客 四散而去 有人赶赴下一场狂欢 会见烧烤大军 有人刚刚进城 期待明天去八大局赶个早急 也有人结束短暂的疗愈 推着行李不舍离去 最初我们探寻资博 为何令人流连忘返 现在我们依然不能以寥寥术语概括 只有你来了 才能验证这片人间烟火的美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